繼續來看北京蘇坦最大的夏期克拉吃 當地的時間赤辣 團出在既定附近 發生早餐的攻擊 作成當地做電力工廳 中國的工廳 有兩個人失望 幾個人中心 不像當地的婚禮組織 BLA 比路基 蓋鳳君 是已經生人是因緩安的 如果中國從北京蘇坦的第四館 要求就要追查這個事件 保護中國的公民 不再很柔軟超早 過了台車都燒起來並做火鐵 巴基斯坦最大的夏期克拉吃 當地車在接近克拉吃 既定附近 外行車兩大工業 相反技術占隊 中國企業工廠 港町蘇坚的緩安 國民體報導 這間電力公司 各位在卡西姆港 去兩位美團發展手 算技術在 去當地勘載時遵守的攻擊 暫時當地婚禮組織 BLA 比路基 蓋鳳君 已經發表行為新進 緩安 表示他們就是 占隊這項 達到既定位 中國工廠所和 投資者的緩安 這個恐怖攻擊 直接造成兩名中國人失望 又包括一名 中國人 賺很多人受傷 這也是今年以來 當地第四驚 占隊中國人 也是中國企業的攻擊 比路之星是 巴基斯坦最大的新聞 天然主管挺豐富 經濟率很散賊 是中國的 當地發展一台 一路的經濟重點 複惑 但是就是比路之星 導致的BLA組織 率領為開發 結果不當 不算當地人 既民並沒有得到利益 過去很多黨 都沾對中國 去夾跟民眾 發動很多失禁 造成中巴 經濟糟糟糟糟糕的發展 今年八月 又在當地 發動大規模的攻擊 造成超過七十人失望 暫時 中國自巴基斯坦 第四季已經要求 對他失禁做調查 跟不合中國的公民 巴基斯坦總理 夏利夫也堅持說 失禁 共調已經 重開緊急調查 會釣到鄉手提出 共識新聞台上 朋友